这些父母正赶着让自己的孩子送死 但孩子们反而很兴奋 因为他们即将参加一场考试 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上流人荣华富贵 但没通过的话 不是发疯 就是死亡 考试通过率只有万分之三 但报名人数仍络绎不绝 第二关是我想当侦探 考验逻辑推理能力 封闭的密室里有四个模特 他们需要判断出蓝衣女人死因 接着众人开始紧张地寻找线索 看假人表情 看房屋布置 看桌上摆件 可突然 老趴菜队友竟然打碎了道具 这让本就紧张的众人变得烦躁 找了半个小时 众人还是照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突然 一直纹丝不动的小黑大声说道 随即他开始给大家推理 首先这是两对情侣的一个聚会 而情侣蓝衣女和T恤男是客人 因为他们手上有婚件 脚上都有泥 其次众人盘子里都没有老干妈 而只有蓝衣女友 说明他中毒了 但中毒后他却没有望向自己往宫 而是望向了男主人 这说明他俩之间肯定有一腿 因为人在危急时刻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最亲密的人 而最后 所有人中只有女主人没一点反应 这说明他早已知道蓝衣女人的身份 给女客人下了毒 这波分析简直无懈可击 看来真相已经大白 这是女主人毒杀小三的凶案现场 小黑简直是YYDS 众人准备提交答案 可这事白哥却直接泼了盆冷水 别自害了 真相只有一个 女人是死于淫过女 大家开始讥讽 白哥不紧不慢地分析道 首先除蓝衣女人外 每个人的桌上都有金属百件 而且他们都戴着大金链子小手表 女人则戴的是玻璃戒指和木头项链 而她的餐桌旁放着一把银质餐刀 这说明她是对银过敏 发生了呼吸道 四而死 众人不解的问 小白解释道 因为女主人的餐巾上没有老干妈 她不可能吃自己下的毒 众人接着问 小白解释 因为男主人是个医生 果然抽屉里有许多医学图纸 这也坐实了男主人医生的身份 小黑链子有点挂不住 问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小白也还没想通 这时 了解却开口了 而小帅也找到了一本盲文书 阿言和众人都不理解 为什么了解没找到盲文书 也能知道女主人是盲人 了解答道 她的桌上有一个灭线 她的桌上 提交答案 白哥答案正确 主考官杰斯也露出了满意的威笑 除了打碎物品的老趴菜被淘汰 其余众人都可以过关 第三关即将开始 但是主考官杰斯 却要监察员黑姐帮她盯着 因为她要回家收衣服 而监察员黑姐 其实是杰斯死对头的人 卧底杰斯身旁 就是为了搞垮她取而代之 而听到这扯淡的理由的 黑姐心中不免多了些鄙视 便表面答应实则偷偷跟到了杰斯房间 另一边 杰斯竟然悄悄换上了乞丐装 然后拿上瓜果进入了阻安 这种行为在皮城简直是在作死 因为两座城之间的居民 禁止不相往来 黑姐发现杰斯房间没人 便到监控室查看 没想到 她发现了杰斯的惊天大秘密